全球的通膨壓力推升了這一波的升息潮 包含了美國的生產者物價指數跟PPI 事實上都來到一個高檔 而今天也傳出來 包含加拿大、紐西蘭跟韓國 今天都升息 是 我們先看到 這個最近公布的PPI數字 三月份的PPI來到11.2 比二月份的10.6 還要來的更高 是2010年以來的新高 可是我必須說 美國公布的這個PPI 並不是其他國家在看的 我們以前也講過 美國這個叫做中端需求的PPI 可是全世界坦白說沒有人在看這個數字 要看的是另外一個數字 所以我幫大家整理另外這個圖表 大概圖表裡面這個藍色的這條線 才是其他全世界其他國家在看的PPI 而美國這個數字呢 其實已經連續兩個月破20了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其實我在之前節目其實也講過 這個數字早在去年3、4月就破10 破10已經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了 可是美國在當時沒有警覺 還疑而再再而三的說 美國沒有通膨問題 只是暫時性的等等 那才會造成後來這麼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大家更關心的CPI的這個部分了 上個禮拜已經公布了這個CPI 我想大家都知道結果 可是要提醒大家幾個地方 第一個我們看到 我這邊是細項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項目其實都在增加 再來就是能源跟二手車的增幅是最嚇人的 動輒3、40%的增幅 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 所以有些美國官員說 這個通膨已經快要到底了 或是甚至有的時候已經到底了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如果再進一步去看到 這個一樣是細項 但是我們看的是月增幅 就是這個月跟上個月去比較 大家一樣看到 所有細項當中 唯一有在往下掉的就是二手車 但是其他的跟二月份去比較 通通都還在上漲 因為你看年增比較不準 年增是跟去年同期嘛 隨便比一定都增加 所以我們跟二月份比 你很明顯看到 大家都還在增加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通膨有到頂了嗎 我跟你講還早得很 年底前能夠到頂 那你就偷笑了 好 那我們看到現實的問題 這個通膨大漲 很多民眾開始陷入所謂的 覆不起的危機 我們就以舊金山為例 舊金山的民眾 以現在跟過去兩年比較 他們一年要多支出4400美元 大概就是合台幣13萬 如果具體來看各個項目 以交通費來說 跟去年比增加16.5% 汽油增加36% 二手車增加40% 食品增加9% 也就是說你增加這麼高的消費 導致很多人就付不起 那也有人更舉個例子 就是舊金山的基本工資 是每個小時15塊錢 所以剛剛說呢 他們消費增加了4400 這些打工主 如果一個小時15塊錢的 時薪來看的話 你必須連續打工兩個月 才有辦法支出 多增加的這個消費 所以呢這件事情 進而再影響到買房子 當然這個利率往上增 通膨往上漲 所以呢房貸的利率 也持續往上增加 就以今年以來 美國人買房子 平均一個月的房貸支出 增加了大概270美元 合台幣大概7830塊 我們之前台灣生息一碼 如果以1000萬的房貸 一個月增加1200塊錢的利息 大家就已經嗡嗡叫了 很抱歉 美國增加更多 所以美國現在統計 大概已經有900萬人 本來想買房子的 現在說買不起 我不買了 其中有300萬人 都是年輕人 那剛剛講到生息的問題 通膨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看到 加拿大率先宣布要生兩碼 這當然不是他的第一次生息 但是生兩碼 卻是這個七大工業國當中 第一個一次生兩碼的 而且這是加拿大 從2000年以來 第一次一次生兩碼 那剛剛您關於講到 有很多國家都生息了 尤其跟我們最相關的 韓國又再次宣布生息 光今年以來他已經生了兩次 從去年8月他啟動生息 還更已經生了四次 結果生了這麼多 有用嗎 告訴你真的沒有用 因為韓國三月的CPI 高達4.1 是他們10年來的最高 所以顯然的 你生了這麼多 還是壓不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 今年以來就媒體統計 現在有大概將近十 有差不多十個國家都已經生息了 可是有人逆勢 俄羅斯居然他是降息的 因為我們知道 因為之前戰爭的關係 他一口氣把利率升到20% 所以他現在把它降為17% 那再看到中國的部分 美國對中國的這個 掛牌的中概股 真的是繼續出殺手 最新又在公佈第四波 而且一口氣公佈了12家公司 其中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 搜狐 這是中國很有名的入口網站 再來要特別注意到 這個大全新能源 它其實是新疆的多金系的大廠 這是我們要特別去注意到的 再來就是澳門的這個 新豪集團底下的兩家公司 這個新豪集團就是做酒店跟賭場的 所以顯然美國SEC 還是沒有對中國放手 再來就是中國自己 現在也擔心要被制裁 所以中國第三大的中海石油 決定要自己主動退出歐美市場 所以他在英國的部分 開始要去把他的資產出清 大概有30億美金左右 那決定還是回中國 就好 免得被制裁 那再來最後我們看到了 中國的地產公司 真的很慘 以第一季公佈的銷售數字來看 前百大的這個房企公司 他們的第一季整體銷售 居然衰退了高達47% 其中八成都是衰退的 更有四成衰退幅度 超過50% 我們看到比較重要的 最大的銷售最多的碧桂園 衰退了32.8% 萬科也衰退了40% 排第三的保利也衰退了26.4% 所以現在很多中國的城市 開始自己主動出來要救房市了 也就是開始放寬了購物的限制 那光這個禮拜就有六個城市 那今年以來一共有70幾個城市 已經宣布放寬買房的限制 目的就是要救中國這些房企